先以上一軍為目標 至於會要丟幾局或是幾勝的話 那個是沒有想過的 二月初 也就是中信兄弟的季前春訓 剛剛入團的王澤軍說是要以上一軍為目標好好加油 如今他不但成功達陣 還成為中華職棒史上最年輕的先發勝投得主 整個球揮一棒落空 揮一棒落空 直球進來 被拉掉了 王澤軍在十四號對統一師的比賽中 主投六點二局11分 順利拿下勝投 也以十九歲又七天的年紀刷新了一大犀牛張梗豪十九歲又二十七天的終止紀錄 其實王澤軍已經六度向紀錄扣關 終於在第七次革命成功 看電視轉播的爸媽甚至開心到 他們一拿 比賽一結束他們就拿去 就去買鞭炮來放 對啊 那你就這樣是誰啊 我覺得蠻好笑的 王澤軍在這場先發當中 相當多的打席在前兩個球就拿下好球數 也是他能夠順利壓制的原因 現在 王澤軍為自己設下了新的里程碑 我現在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希望就是能夠站穩這個先發的位置 就是能夠在球隊有一個穩定的先發位置這樣 王澤軍的職業生涯剛起步就獲得重用 跟中興兄弟投手教練黃清智 金剛對菜鳥時期相當類似 而在職棒闖蕩十二年的戰神 給了這位小老弟四字真言 細水強流 昨天當然拿到聖頭當然是很替他高興 我覺得他有一場比一場再更進步 走了走了長久 當然是實力當然是第一優先 可是最主要是我希望他可以盡量保持身體健康 因為畢竟我之前也受過很多次傷 知道那種受傷 然後沒辦法在球場上表現的那種辛苦 跟那種痛苦 一定會重來不及的 是的 真的嗎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